但以礼书第四章 尼布贾尼撒王向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告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启示宣扬出来 他的神迹多么伟大 他的启示多么有力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他的统治直到万代 我尼布贾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 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我做了一个梦 这梦使我惧怕 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慌 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来 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 于是术士用法术的迦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 我当面把那梦告诉了他们 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 最后那照着我神的名 称为伯提沙萨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我就把梦告诉他 术士的领袖博提沙萨 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 没有什么隐秘的事能难倒你 因此 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 我躺在床上时 脑海中所见的异象是这样 我看见大地中间 有一棵树十分高大 那树见长 而且坚强 高达于天 地级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它的叶子美丽 果实繁多 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 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 空中的飞鸟 七宿在它的枝头上 各种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养 我躺在床上 在我脑海出现的异象中 我看见有一位守望者 就是圣者 从天上下来 大声呼叫这样说 你们要砍下这树 削断枝子 摇落叶子 打散果子 把树下的走兽赶散 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 然而树根的鱼干 却要留在地上 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 留在野地的青草中 使它被天鹿低失 使它像走兽一样 在地上的草丛中得它的份 使它的心改变 不再是人的心 给它一个兽心 使它经过七年的时起 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 是圣者宣布的决定 好使世人都知道 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甚至立罪卑微的人 执掌国权 这就是我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 波提沙撒 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 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 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 只有你能 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 于是那称为波提沙撒的 但以理惊恶片时 他想到的事是他惊慌 王对他说 波提沙撒 别让这梦和梦的意思使你惊慌 波提沙撒回答说 我主啊 愿这梦归给憎恨你的人 梦的意思归给你的敌人 你所见的树舰长 而且金墙高达于天 全地的人都看得到 他的叶子美丽 果实繁多 所有的生物都从他得到食物 野地的走兽住在他下面 空中的飞鸟 漆在他的枝头上 王啊 你就是那树 越来越伟大坚强 你的威势渐长 高达于天 你的权柄直到地极 王竟然看见一位守望者 就是圣者 从天上下来说 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树 树根的鱼干 却要留在地上 用铁和铜的链子为主 留在野地的青草中 是他被天鹿低失 是他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 直到他经过那七年的时期 王啊 梦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临到我主我王的事 是至高者的裁决 你必被赶逐 离开人群 和野地的走兽同住 你必像牛一样吃草 被天鹿低失 要经过七年的时期 等到你承认 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守望者既然吩咐 要留下树根的鱼干 所以 等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 是掌权的 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 因此 王啊 请你接纳我的劝告 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怜悯受欺压者 断绝罪孽 你的平安 或者可以延长 这一切事都在 尼布贾尼撒王身上实现了 过了十二个月 王在巴比伦王宫的 平顶上散步的时候 他说 这大巴比伦城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 做我的京都 为嫌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 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 尼布贾尼撒王啊 你的王权被耻夺了 你必被赶逐 离开人群 和野地的走兽同住 你必像牛一样吃草 要经过七年的时期 等到你承认至高者 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这话 立刻就应验在 尼布贾尼撒身上 他被赶逐 离开人群 像牛一样吃草 身体被天鹿低湿 直到他的头发 长得像鹰毛 指甲像鸟爪 七年的日子满了 我尼布贾尼撒 举目望天 我的理智恢复过来 我就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崇 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统治永无穷尽 他的国度直到万代 地上所有的居民 在他来说都是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中 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地上的居民中 也是这样 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 那时 我的理智恢复过来后 为着我国的光荣 我的威严和光辉 也都恢复过来了 我的谋臣和官员 仍来囚禁我 我的王权重新建立 我的权势越发增加 现在 我尼布贾尼撒赞美 尊崇荣耀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行为骄傲的 他都能点滴 你